大家好 我这一颗双色茉莉准备开始进入快速生长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双色茉莉 我们想要它这个珠型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圆润 必须在它快速长新芽之前 给它做一次整形性的修剪 我们给它做修剪的话 首先是给它做一个大的修剪 整形性的修剪 把这一颗双色茉莉剪出一个喜欢的造型 接下来就是给它进行一部疏剪 把一些老枝条 还有里面的一些弱枝交叉枝全部给它剪掉 不要给它太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枝条 像这一种也给它剪了 好了剪完之后给它处理一下伤口 用这一种伤口预合剂给它涂抹一下 每一个剪刀口都给它涂一涂 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这个伤口不容易受到虚菌的感染 同时不容易养分流失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一定要处理好 不养的话受到虚菌感染之后 它整条枝条都枯萎 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造型 接下来清理一下这个叶片 避免它在这个土壤表面阻压 受到虚菌的感染 同时给它松一松土 因为这段时间它还没开始长新芽 所以主要是长新根为主 那么想要它的根长好 就必须要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松好土之后 接下来给它补一点酒鸡肥 像这种发酵好的干养分 放上两到三抓 因为这种干养分它的肥效比较温和 不容易烧根 又能保证土壤疏松透气 混合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正常的养护 尽量的给它偏干管理 因为土壤干一点有利于它长根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